高温烘烤鱿鱿子 业者忙着准备订单 眼前这一片一片的鱿鱼子 很抢手 比手臂还要长的鱿鱼子 快要两台银重 市场价格来到2100元 和鱿鱼子比较起来 鱿鱼子一台银1200 鱿鱼子要2400 鱿鱼子成了目前送礼的首选 却传出大缺货 有了有了 有老货 原来去年担心疫情 东港的业者进货就很谨慎 少了快要500公斤的量 一直到元旦之前 客户的订单几乎挂零 结果有餐厅要买 业者就把存货给销光光 没有想到内销的订单突然涌现 反而叫不到货 供不应求 鱿鱼子的话 它的纸会比鱿鱼子要来得细 所以我们用花枝来把它包覆起来 无论是鱿鱼子炒饭 还是鱿鱼子料理 餐厅业者说 各有不同的鲜味与特点 现在鱿鱼子暂时短缺 想要尝一尝这一味的民众 恐怕被赛长等 赶紧新闻朱俊杰朱宇荣 评订报导 谢谢